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芒果這一家 趕快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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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覺得好奇怪喔 怎麼兩次來到蘭山都是下雨天 一出車站 雨越下越大 好險我們有自備雨衣 就不怕後備包備零食 蘭山位於京都市區以西 每年春秋兩季都有大面積的櫻花和楓葉可以欣賞 是京都著名的旅遊景點 每年都吸引不少國內外遊客來此朝聖 喜歡自然風光一定不能錯過這裡喔 寶金川一旁三頭的楓葉紅了 飄渺不定的雲霧為他裝點若影若現的神命感 頓時覺得自己漫步在仙境中 領略有點不可思議的美麗 領略有點不可思議的美麗 時期落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 十一月到訪的我們已被這番美景給擇服了 雨中賞風也是別有一番風味 遊客比較少可以感受到愜意的寧靜 藍山公園歸山地區 鑒於山丘上沿途規劃完善 道路平坦好走 走久也不會覺得太累 一邊吸收芬多金 一邊拍拍沿途的楓葉 享受雨中寂靜的美好 公園內有涼亭可以稍作休息 十七比落的風鴻與月娥的蟲鳴鳥叫聲 合奏出迷人的月昭 一邊拍照 一邊拍照 山麗 這一邊拍照 一邊拍照 每趟要的風似 一邊拍照 一邊拍照 这里的枫叶也好美 忍不住按照相机快门键 捕捉我心中美美的画面 感觉时间都慢了下来 没有什么比享受这番美景来的重要 沉淀一下细细品味大自然的千变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往上走 等待我们的是满满的台阶 走过这段就离山顶不远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走到山顶 来到此景点最期待的地方了 蓝山公园归山地区掌望台 可以把蓝山山谷与宝金川尽收盐地 云雾飘渺的山栏不时从山谷间涌出 不停往我们面前飘来 没有见过这番景色的我们 完全被吸引住了 真的好像置身在仙境之中 至今有难挽怀 我心中第一名的仙境就在这里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里待了好久完全不想离开 看着山栏不断变化各种姿态 想继续沉浸其中 享受着雨中才会出现的奇幻仙境 旁边有初二爷小火车的时刻表 幸运的话可以看到小火车通过 可惜没有看到 只好留点遗憾下次再来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山时这边的地势比上山走的路更加平坦 下山时这边的地势比上山走的路更加平坦 就来到竹林之道 这里是蓝山的庇游景点 走入竹林小径仿佛走入电影场景中 微风吹拂阻止摇身摆动 沙沙作响的声音让心格外平静 语法神社 是日本唯一针对头发专门参担的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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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极光寺 长极光寺 位于小昌山坡地上 位于小昌山坡地上是京都赏逢名所之一 室内规模不大 在售票处就能看到美丽的枫叶 红叶时期到访蓝山绝对不能错过这里哦 还没走进寺院内就被触手可及的枫叶美到说不出话来 当时长期光是门票一人是日币四百 庆幸能够生力其境品尝美丽的风之饗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穿越人王门眼前所见是满满人潮低着头拍着苔藓上的枫叶 不过一会儿我们也加入行列拍个不停 掉落地面的枫叶也美到不行 沿着楼梯一路往上走穿梭在幽静的山坡小径上 抬头一望便是红黄交错的枫叶 看得我心旷神一样 虽然没有蓝天板云陪衬 还是觉得这片风红美景值回票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从这里可以远眺南山市区接近 相信天气晴时一定会更新颖 又让我们停下脚步驻足欣赏 不时拿起相机拍个不停 就想把眼前的美景留作永恒的回忆 现在防疫在家哪儿都不能去 正是把过去累积的美好回忆拿出来细细品味的时候 旅行是美好的 总会让人念念不忘 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投资 旅程中获得的见识与阅历是一辈子回味不完的 期盼疫情赶快落幕回归正常生活 可以继续完成被终端的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堂与石灯笼配上枫叶真是绝美 不时感受到浓浓的日式风味 诗奇画意美不生收 我说吧 我愿意不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沿途有很多特色小店很好逛喔 野公神社 以祈求恋爱结缘与学业进步而远近殖民 拥有日本唯一的黑木鸟居 是蓝山非常知名的景点 回到蓝山大街买了巧克力风味的草莓大福尝鲜一下 还遇见超可爱的秋铁 也跑去摸一下好疗愈喔 逛完蓝山再用板琴一日卷坐到市区继续采买囉 觉得还是京都新京级商店街这附近的药妆 卖得比较便宜耶